HTC在手机领域也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当年首款安卓系统手机就是HTC联合谷歌推出的 在2012年前后可以说HTC手机在全球范围内则是领军级的表现 如今HTC刚刚推出全域屏手机 HTC优势一家 想知道这款顶级配置和精巧设计结合的产品究竟体验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我第一次实际体验HTC手机 不过HTC优势一家 与我的感觉完全和印象当中的HTC不同 一直以来大额头和大下巴已经无影无踪了 就是代之的是最近流行的全面屏 虽然没有采用iPhone X和小Mix那种激进的全面屏设计 但是并不影响HTCU11的美感 HTCU11加的背面可以说是这款手机的一大亮点 除了极境黑和角月银两个经典配色之外 这一次还加入了透视黑配色 采用半透明玻璃面板 可透过玻璃看到无线充电线团和内部主板结构 这独具一格的设计一方面是带了视觉冲击 另外一方面也让大家看到了手机的内部构造 也是对于自家手机主板设计的非常自信 我拿到的这一款是极境黑版本 作为一个玻璃机身控 我对这款手机的外观和手感非常的喜欢 3D水样玻璃在质感和光泽上都十分的出色 不过有一地就一地啊 极境黑的背壳 类似于银色的索尼 XZP的机身 像镜面一样 十分容易摘纸纹 不过既然在机身背面 那么眼不见心不烦 光滑的手感还是非常出色的 在屏幕方面采用了6英寸的16-9 PureHD加屏幕 面积为2880x1440 并且使用了第五代抗敏大猩猩玻璃作为屏幕面板 配置上详细不用多说了 毕竟是HTC的旗舰级手机 骁龙835移动平台6GB内随内随 相信不会感到意外 搭载了最新的安卓8.0系统 可以享受到最新的自动体验 和全新适配的多功能 实际使用体验来看 基本上小龙835手机 基本上是与小龙835手机持平 使用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出现卡顿 小龙835移动平台 毕竟是目前最出色的手机SOC了 在性能和续航方面都是领先水平 在其他方面 HTC U11加 同样是采用了U11上的边框触控技术 用力握握手就可以进行快捷洗用 当然也可以设置成传案和传案 两种操作方式 在市场上是好管软件 我可以按摩 我可以按摩 用力握手 我可以按摩 那些绿色通緣的颜色